你好我是李诺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伯克莱加大公布民调 有过半数的加州选民 希望持续推动 完成加州高速铁路新建计划 2008年有过半数的加州选民 通过99.5亿美元的公债 加州政府开始设计高速铁路系统 承诺会在2030年完成 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 往返只需要两个小时 又40分钟的高速铁路新建 当时预计新建高铁的花费 是460亿美元 不过根据加州高速铁路管理局 的最新商业计划 整个高铁新建项目的成本 已经飙升到了1050亿美元 而且到了2030年 只有在Bixfield 到Mercy之间的高铁可以通行 就算到了2033年 高铁建设都无法到达湾区 加州州长Newson曾经在三年前 提出高铁缩减计划 他认为高铁达到 Sacramento和San Diego都到不了 旧金山到洛杉矶路段 更是不可能完成 但是最近汽油价格狂涨 加州目前的平均油价 每家轮已经快冲破6美元 汽车价格也在上涨 有将近七成的加州选民认为 高油价已经对生活造成冲击 也让大多数的加州人 希望高铁计划可以重新启动 新闻据来关心 美国疾病管制中心CDC研究发现 去年冬季爆发Omicron疫情期间 美国因为新冠确诊的 5岁到11岁住院儿童当中 有高达9成没有接种疫苗 凸显儿童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虽然Omicron变种病毒株 比之前的新冠变种病毒更温和 但是在Omicron大流行期间 儿童住进江户病房的高峰期人数 是Delta疫情高峰期人数的1.7倍 住院的儿童当中 更有20%的儿童患者住进了家户病房 免疫力低的孩子 有糖尿病或者是过胖的儿童 演变成新冠重症的几率大幅提高 去年底有三分之二的住院儿童 有原发疾病 接着最后来看 美国有许多州禁止人工流产 让越来越多希望接受 堕胎手术培训的妇产科医师 涌入了西雅图旧金山和纽约授训 不过医学生跨州接受堕胎培训 将会面临被起诉的风险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